今年成立了20周年 然後也是我們重要的遠慶跟藝術季 我們的主軸是以同去跟探索 所以邀請大家 現在開始就可以來到關渡里 關渡自然公園 探索你在關渡自然公園的經驗 快樂跟回憶 整個關渡地區很重要的是 它有非常多的人文 這個人文在地 在地也好 或者是它非常的古老 有關渡公這麼古老的文化 人文繪萃 這裡的特色應該是全世界 首都城市裡面看不到的 很少在首都城市裡面 看得到稻田的 來去關渡共生活 這樣的活動即將從17號登場 一是有國際賞鳥博覽會 鬧熱關渡節 還有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會一路舉辦到年底 把藝術結合人文 倡導的是人與自然共生喜